大家好 我是三好 这一节讲中国新闻 莫过于栗战书与习近平的关系 上次一集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放上字幕在上面 今集可能都上上字幕 给一些不太会听广东话的人去看一看 栗战书基本上是什么人呢 大家知道上集我已经讲了 我就不重复了 但是我有些新的资料跟大家讲 为什么呢 因为栗战书上次就说他是病了 还是被人批斗 当时我就说批斗说比较有可能 我就一反很多媒体的说法 就是应该病了 我就不是这么看的 的确我所说的也是事实 因为越来越多传言出来了 这些传言是基于什么原因呢 第一 在这个1月2号 中国的网红 叫陆群 他是中国的一个50岁的一个 前几检的官员 他是一个自己微博的御史在图 他说关于这个贵州省委某 贵州省委员主要负责人呢 是涉及到一个贵州道彩梅黑框案的弊案的 那什么叫贵州原主要负责人呢 挺有意思 他这篇文章的题目你自己上网都找到的 就叫做为一个被贵州官员迫上绝路的企业家 扮实事的经历 内附一个调查报告 就是说这个调查报告由2021年去年5月开始做 涉及到的时间是2010年至15年期间 他说这个调查报告呢 就使到这个贵州省委某个原主要负责人呢 光辉形象破灭的 那究竟讲哪个呢 即使我们会分析一下 但这个文章讲什么内容呢 就是说有一个叫曾圣国的人 他叫湖南的矿商采煤的 那他自己本身在贵州省 这个是安信市的关峰院呢 是采取一个采煤 挖煤的 但旁边有个叫平子地煤矿呢 就是去偷彩他的煤 最后就是官方就是偷彩6000吨 而事实上这位曾圣国呢 就报告其实已经有17万吨的煤呢 被旁边那个煤矿呢 偷彩了 层层上访都被打压 甚至有一个省委 我刚刚说的 贵州省委员主要负责人呢 其实就是说旁边那个 偷他的平子地煤矿的老板 那老板叫张某 他上面有一个人的 做他的保护傘 这个保护傘的亲戚 就是当时候的贵州省委 原主要负责人 而这个原主要负责人呢 就是说 就是买多个黑 埋了这个开矿企业家去 那这段新闻呢 甚嚣尘尚 那这件的分析呢 可以再搭配呢 1月4日纽约作家 北与鞋的分析 他都是红二代 在北京之春发表的文章 就是栗战书玩完了 他这个是以前的贵州省委书记 就是在说这个栗战书 OK 其实贵州省委书记呢 曾经做过的 有名的人的 包括胡锦涛做过 赵克志公安部的这个部长 但是他也是现在公安部的 党委书记就是黄小红 习近平慢慢拔他的牙 另外就是这个 陈敏尔 原先是这个贵州省委书记 后来调任重庆市委书记 跟着就是看到这个栗战书 做过贵州省委书记 那如果数2010年至2015年 这个期间呢 就是两个会中的 一叫赵克志 一叫栗战书 那谁中呢 赵克志的机会不大 因为赵克志已经被拔了牙 没有被批斗进一步批斗的必要 栗战书 又不出席那个 12月31日的新年茶话会 上一次我说过的了 为什么呢 28日才出席的民主生活会 12月31日都不出席 这个所谓新年茶话会 事出必有因 那这个有因的情况就是说呢 他是不是给这些文章所说的东西 全部一套组合权去打这个栗战书呢 极有可能 那打他的 这个情况 我想已经是比较清晰 就是综合了这些情况之下呢 会比较具体的了 但究竟 他贪腐的地方在哪里呢 那有人就说呢 证据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就是说呢 是栗战书的女 这个栗潜心 和他的女婿 这个蔡华波的 栗潜心呢 和蔡华波呢 基本上就是和香港密切相关 大家知道如果有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认识 栗战书是排名第三 在七常委里排名第三 在习家军里面呢 除了习近平之外 是No.1 因为No.2的李克强是团派 不是习派 那如果你说习近平的习家军 就是习近平的铁杆的人 由中版主任做到去 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就是这个第三名的这个栗战书 栗战书功高振主 他的聪明才智 比他是老板多 而他亲戚贪德也都比老板多 不是比老板多 我不知道啊 贪德也都比老板多了 栗战书的女儿就是栗潜心 栗潜心呢 1982年6月出生 何后生 他是全国清联的委员 雲南省委政协委员 河北省委政协委员 由香港身份证 是现任香港建銀国际控股公司的 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建銀就建签银行 另外香港建銀国际 资产管理联席董事 他是香港的华商会副会长 也是香港青年联会的会董 这一点 看到栗潜心 基本上是很多钱可以找到 栗潜心的老公 也就是栗战书的女婿 蔡华波更小 新加坡回召 新加坡人 浙江口音 36岁 在香港和英国有巨资 在香港有1千万以上的赤兔堡区的马 另外有一个1千5百万美金的赤柱豪宅 另外再加5亿港币的中环办公室 另外一家上市公司 而他也是入资在2017年6月15日 6月投资了15亿的港币 入资香港上海大酒店 成为第二大股东 他投资另外包括医疗的设备 金融 管理不良资产 矿产 和证券都要涉足 所以你说 没有栗战书 做这班人的保护傘 怎可以呢 栗战书可以说得出 就一埋着 这样都说得出来 你看到这个人 做事的心狠手忍 这个是第一个说法 就是他的女儿和女婿 第二个说法就是栗刚刚 什么叫栗刚刚呢 就是他的叔 他的叔呢就是呢 以前和这个曾庆红的妹 曾海生呢 相传是小学同学 那么 有人说呢 是不是曾庆红 派在习近平旁边的一只棋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个推论太 遥远了 我不会认为 你成为曾庆红的妹的小学同学 就变成了你曾庆红的一只棋 这件事呢 太 说得太超过 而且 你会看到 这个 我觉得女儿和女婿的 说这个机会更加大 说贪腐 即是说 这个藉口来权斗你 但是 为什么要把他斗倒 很简单 半军如半虎 大家经常有个误会 以为习近平就是什么呢 我上次也说过了 就是斗那些 非习派 比如说 红二代 这些所谓的太子党 不信从习近平 看不起习近平 那帮太子党红二代 或者那些 官二代里面的 一江曾 一胡温 OK 不是这么简单的 是斗自己人最厉害 看 看刘邦怎么斗韩信 是吧 看 曹丕怎么斗曹直 你看 毛泽东怎么斗刘少奇 怎么斗林彪 你会知道 越黏在身 越是接班人的人 越要斗 上次我都说了 《律战书》 是在 12月27至28日出席民主生活会 当时习近平是说什么 他要求所有人 是必须遵守政治规矩 换届纪律 服从大局 服从组织 服从安排 换言之 必换人 必换届 而呢 也都有不服从的倾向 是不是这个地方 硬打栗战书呢 栗战书 他 和他习近平的老母齐心 是同乡 而且他地方红二代 但不是中央的红二代 是细卡很多的 另外就是 河北的无极元委书记 也是做习近平的大管家 掌管中版主任 在这个情况下 他 现在不见了人 会不会类似 2006年呢 1月27日的时候呢 有所谓的春节 屯拜会里面呢 九常委 当时的九常委 排名第六的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黄公 上海帮的黄公 缺席的情况 因为之后那年他死了 黄公因为涉及陈良与岸 就慢慢等死 就不批斗他 今时今日 会不会 这样来处理栗战书呢 极有可能 我会认为呢 栗战书现在被批斗 即是说相规相开的机会呢 未必那么高 但我想呢 实质上就是说 他在今年年底 二十大召开 和夏天的亮会的时候呢 必定下台 因为他已经72岁了 第一 已经超过了七上八下的规矩 二 习近平是就算你能上能下 都必须要下而不能上 为什么呢 习近平我说过 他换了所有常委的人 而希望呢 所有以后的常委 没有一个人被乱床 有人乱床 就有人既希望他 就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 之后习近平就好像有一个 莽翅在辈一样 是不可以这样 被一个人这样出现的 所以就不可以这样做 而习近平也都是1月4日呢 簽署了今年第一个中央军委令 发布解放军的开训动员令 强调军事斗争 形势多变 要锦定科技之变 锦定战争之变 和锦定对手之变 这个对手并不是说美国 而是说党内的人 他要将这个军队不只是属于党的 是习近平的私家军 他说要练好斗争本领 练硬斗争作风 要鼓掌精神的面貌 去做一流的成就 是迎接二十大的胜利召开 即是说换言之 他不希望有任何的阻阻 这个勾兄弟 又无极愿 一直陪同习近平 走到去批斗周永康13年 18年修宪 做过中版主任 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照样被批斗 可以这样说 是绝对是一件 能够理解到的事 大家不要以为 他成为了习近平的人 绝对是不会被批斗 先打外面的人 都不会打自己人 要外面的人平息了 才整治内部 其实是不会的 中共的斗争是同时进行的 你知道 所以你不要香港地下党 你那些亲近共产党的人 以为自己很得戚 你分分钟第一个被人打死 斗垮斗酬 栗战书会不会报上这个后果 极有可能 我们拭目以待他有什么情况 但我会告诉你 我不会看好他 能够连任下一届 他很可能是用这个 类似黄谷的模式 就是说 慢慢淡出 少点见面 最后 就是自己声称自己病 然后就病到一边 这个是善中的方式 如果习近平觉得你要异心 搞团团火火 搞拉帮结派 搞利益集团 有政治野心膨胀的话 分分钟好像对孙力军的炮制 你就可以了 即将你混起身 上海 开除公职 开除党籍 投入带路 混你到死 全部都可以这样做 所以呢 半军如半苦 我只是告诉大家 未来二十年 二十大之前 这么多个月 你会有幕幕好戏可以看 结果就是说 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 是会 相当多的意外会发生 那你说 习近平会不会继续 可以继续涌爆江山 不会 而哪个批到这个 律战书的 很多人说 哎 是不是江牌 什么都是江牌 不是这样的事情 江牌没有牙的了 真正的东西是什么呢 红二代 太子党 这班人 是不是用着 律战书来咬 咬他们呢 我的机会不大 因为大家要剥洋葱的话 都是外围剥气的 你要打习近平 你才拔他其他装 就不会一眼攻击 律战书 我的机会不大 那我做法 你只是打草惊蛇而已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 如果真的要有心 对习近平的 你一突袭 捅死他 就是由外围开始逐个剥那些东西 就是剥蔡奇 陈敏仪这些可能会 但是呢 不是这样斗 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斗 我认为真正在斗律战书 不是这些反习派 而是习近平本身 习近平就觉得这个人一定要整肃 所谓女婿 女儿 律刚刚的 这些贪腐例子 哪个官没有的 作出来就可以了 做出来就可以了 打你 那有读战书 武功都有路 是不是 帮你做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这么不仁慈 不好意思 习近平就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黑社会 跟你讲道德 多余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个是半军鱼半虎的结果 未来 这些类子越来越多 可能会逐个逐个批斗 现在你七常委里面 对付他们的 就是希望他们 全部被斗夸斗臭 没办法 必须要服从换界纪律 要服从大国 服从组织 服从安排 为什么要你服从 很简单 就是斗你先 不斗不行的 一定要斗 所以他先说 总想过太平日子 不想斗争 是不切实际的 这个就是他的说法 我们继续 继续关注中国的国情 我们以后再跟大家讲其他的新闻